荷槍实弹在雪地中移动 这可不是一般人趁新年假期玩生存游戏 而是南韩特种部队的雪地训练 这可说是南韩特种部队迎接新年的惯例 因为每年这个时候 他们都会在江源道的深山里 进行围棋十天的抗寒集训 他们甚至还会在雪地里挖洞 来演练埋伏袭击 这一切训练当然是为了防范来自北方的敌人 没错就是北韩 朝鲜劳动党在跨年前举行了今年第九次全体会议 领导人金正恩预告 北韩在2024年至少还会三度试射卫星 他还鼓励增产核武 以及研发生产各种无人物装 김정은 북한 국무위원장이 이번에 열린 노동당 전원회의에서 南北关계를 적대적인 두 국가关계로 규정하고 대한민국과는 통일이 성사될 수 없다고 못 박았습니다 또 유사시 남조선 전 영토를 평정하기 위한 준비에 계속 박차를 가하라고 지시했습니다 김정은还表明南北韩不可能统一 因为两韩之间没有共事 只有敌对关系 TV新闻送货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